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2008年上映的恐怖电影《生人物镜》 喜欢看恐怖电影的看官们,记得要看完哦 故事发生于一个营装宿国的夜晚 耶恩站在窗子前,看到这栋楼搬来了新的住户 巧合的是,他们就住在耶恩的隔壁 他们刚来这里就封上了窗户,似乎有见不得人的事 耶恩的父母李懿,跟随母亲一起生活 由于胆小懦弱的性格,经常受到学校小霸王的欺负 而他不敢怒,不敢言 夜晚,他就偷拿家里的报纸,搜集一些关于各类凶杀案的简报 试图将自己锻炼成一个勇敢的人,敢于对小霸王说no 与此同时,戈壁的老人来到一片树林中 用问路的方式,迷运立明路过的男子 随后,他将男子吊了起来,用刀子将对方放血 动作异常熟练 突然,一只狗狗住在他身旁 老人怎么敢也赶不走 这时,不远处传来了狗主人的声音 老人收拾工具后,慌乱逃离了这里 耶恩拿着小刀,将眼前的树想象成小霸王 然后发泄着 背后突然传来了一名女孩的声音 耶恩感到特别奇怪 这大冷天的,居然只穿一件衬衣 树林中发生的凶杀案传到了学校 老师叮嘱大家,晚上不要出门瞎溜达 回家之后,由于母亲痴迷于宗教 对耶恩不管不顾 她闷闷不乐的来到房子外面 一个人玩起了魔方 那位女孩又出现在她的身后 她叫丽娜,是新搬来的邻居 对于耶恩,她显然对魔方更感兴趣 借着她玩魔方的时候 耶恩问她穿着衬衫,打着光脚不冷吗 耶恩声称,不冷 耶恩走后,丽娜的肚子传来咕嘟咕嘟的声音 她来到大桥下,假装受伤,寻求路人帮助 一名红衣男子试图帮助她 结果被丽娜扑倒在地 疯狂吸引起血来 原来,她是一名吸血鬼 这一幕恰好被阳台的住户看见 她找到了一群好朋友壮胆 来到了丽娜杀死红衣男子的地方 但尸体却不见了 原来,尸体被老人拖走了 她将尸体丢进了一处冰窟窿后 就离开了 此日,耶恩在地上发现了拼好的魔方 她找到了丽娜,问她是怎么做到的 丽娜说,自己就是胡乱拧的 然后就成功了 两个孤单的人,这一刻成为了朋友 丽娜还教她怎么将魔方拼到一起 耶恩在回家路上,又遇见了小霸王 他们轮番用树枝抽打耶恩 其中一人还将耶恩的脸上划出了一道伤口 回到家后,妈妈问她怎么回事 她谎称自己摔了一跤 而面对好朋友的丽娜时 她才将受到欺负的事说了出来 丽娜鼓励她,你应该进行还击 而且比他们还狠 这样,他们才不会欺负你 耶恩声称,对方有三个人 丽娜让她不要害怕,自己会帮助她 夜晚,耶恩用学到的摩斯密码和隔壁的丽娜聊天 他们聊了很久 在丽娜的鼓舞下 耶恩报名参加了游泳课 开始了健身计划 而每到夜晚,她就会找到丽娜 两人来到小摊前,耶恩请她吃东西 丽娜开始拒绝的 因为她是吸血鬼 只吸湿人血 但为了不让好朋友失望 丽娜拿起吃了起来 结果吐得一塌糊涂 丽娜说了声对不起 就跑过去拥抱了她 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丽娜却说 如果她不是女孩 你还会喜欢我吗 丽娜声称,可能吧 过了不久 由于没有进食 丽娜显得越来越虚弱 不仅有了黑眼圈 脸色一变得苍白起来 老人只好趁着夜色 来到一处篮球馆外 等到训练结束后 她绑架了一位男孩 就在她准备放血时 男孩的同伴找了过来 这间房子只有一个出口 她无路可逃 老人只好将毁尸灭继的硫酸 泼到了脸上 这样警方就认不出她来 也不会牵连到丽娜 夜晚 丽娜从新闻上得知了老人被抓 她飞烟走壁 爬上了关押老人的地方 老人什么话也没说 默默将脖子伸了过去 这也算是她为丽娜 做的最后一件事 从医院回来后 丽娜找到了伊恩 两人钻到了被窝里 开始常聊人生 第二天 伊恩看着十几米高的墙 不明白她是如何上来的 今天学校组织学生交游 地点就在一处滑冰场 同学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伊恩找到了小霸王 棍子在手 天下我有 于是一棍子护在了对方的头上 就在小霸王哀好的时候 两名小男孩玩耍时 发现了一具尸体 警方将尸体运上来时 发现是失踪许久的红衣男子 大仇得报 伊恩找到了丽娜 她用刀割开了自己的手掌 用这种方式 向女朋友展现自己的勇敢 血滴答滴答掉在地上 丽娜闻着血腥味 内心的嗜血又被勾起 趴在地上吸晕起来 一旁的伊恩吓坏了 好在丽娜还保持着本心 赶紧离开了这里 但嗜血的欲望 还是没压住 趁机袭击的一名红衣女子 不幸的是 对方的丈夫赶了过来 一脚踹开了她 第二天 红衣女子从床上醒来 发现特别害怕阳关 她来到卫生间 穿下包扎伤口的布 却对上面的血腥味 起了反应 而当她回到家里时 家里的猫 对她发起了攻击 仿佛见到了怪物一样 丈夫只好再将她送回了医院 然而时间一长 她再也受不了了 喜求医生打开了窗户 接着她就变成了一个火球 伊恩敲开了丽娜家的门 希望得到一个真相 丽娜告诉她 自己是一个吸血鬼 已经过了不知多少个 十二岁生日了 但她迫不得已 另一边 婚姻女子的丈夫 为了给妻子报仇 决定彻查此事 她在回家路上 偶然看到了一户人家 将窗户遮了起来 再联想到 妻子身上发生了事 于是 她敲开了这户人家的门 并在这里发现了熟睡的丽娜 原来吸血鬼白天睡觉 夜晚觅食 她本想打开窗户 但被一旁的伊恩阻止 趁着她不注意 丽娜洗净了男子 并疯狂洗击起来 这一次 丽娜并没有害怕 反而为她站岗放风 丽娜出来后 满脸鲜血的吻了丽娜 但家里杀了人 她必须离开这里 于是在丽娜的注视下 丽娜离开了这里 游游馆内 小霸王为了报仇 找来了混社会的哥哥 伊恩被对方按在水里 就在她感到无法呼吸的时候 一双脚诡异的在水里行走 紧接着一颗脑袋掉进了水里 伊恩被一只手拉了上来 映入眼帘的是丽娜那张苍白的脸 至于其他人已经没有了生气 镜头一转 在一别不知开往何方的火车上 伊恩的面前放着一个纸箱子 里面传来了摩斯密码的敲击声 而奥艾斯也用这种方式回应对方 很显然 她成为了丽娜的新任守护天使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